兰州拉面的段法 兰州拉面的段法 兰州拉面的算 兰州拉面的呢 处委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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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先我们按照一定的比例 加入我们提前已经配好的大料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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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时候啊 锅里面的这个牛肉 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已经熟了 怎么去分辨它熟不熟呢 我们用筷子扎一下 只要它里面不冒血垂 我们就可以提前把这个肉捞出来 刚才我们煮好的牛肉 已经拿出来冷凉以后呢 我们就进行切片 切成很薄的小片 切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要腻一次去切 如果你顺一次去切的话 那牛肉是咬动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体来说,下拉面的步骤,也就是说,烧一个清水,然后呢,把面拉好以后,放在清水里面,牛肉,然后用烧子倒入,倒入以后放在碗里面,然后再咬上我们刚才就是做好的这个汤料,然后再打上蛋苗啊,香菜啊,还有这个牛肉啊,放一点小清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